大家好 今天收到一个网友寄过来的灰蓝 这个灰蓝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刚下山不久的 准备上盆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需要注意做什么工作呢 首先第一点是要给它修剪 很多刚下山回来的蓝花 这些根系都被挖烂了 把它修剪掉 防止它腐烂感染到其他健康的根系 大家不要过于担心 把它修剪好了 反而对它的生长更加有利 因为这个下山蓝花它的生长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不必担心它会死掉 这个蓝花的柱形还是非常漂亮的 还是值得我们去用心的把它种好 还有把这些腐烂的叶片也剪掉 以防它带太多的续菌 进入到新的一个环境 感染到其他蓝花 好了修剪完成之后 我们不要急着给它上盆 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给它亮根 等这个根系完全的发育完了 再给它上盆 如果这个时候急着给它上盆的话 这个根系很容易被这个新的资料扎破 扎破之后就很容易感染 就会形成这个根系不烂 就会影响整颗蓝花的生长 还是把它修剪干净一点为好 很多新种蓝花的朋友都觉得这个要不要消毒 因为这个下蓝蓝的抵抗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没有必要给它消毒 直接给它上盆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要等这个根系发软 再给它上盆 这样才有利于它的生长 好了处理完成之后 就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等它发育完了再给它上盆 好了下一期再给大家分享 这个蓝花有正确选择资料 怎样上盆的一些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